蘇酸病難的部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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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剛剛其實一開始就跟各位講了 陰塵孤島區域就是風險比較大的地方 我們要先預防性的蘇酸撤離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們就針對黃黃警戒去做分級的撤離 那這邊有各級政府應該要做的工作業事項 這邊各位稍微參考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應該是在事前的蘇酸病難計劃訂定的時候 各位就有參與了 所以其實應該很清楚 那我第一個點報到這邊 謝謝大家